写大道理 大量缺乏都忘记 当我偷偷看你 当我偷偷的想着你 像是神社的问题 我们的爱情 是抽笔做安排的游戏 还是约下老人的游戏 还是约下老人的游戏 一 二 四 七 现在要不要 要 现在就要 就知道了 这一 四 七 二 八 三 七 二 八 二 一 终于等到想起了巧克力 已经约好在操场的你 夏天真的是梦的刻意 但你其实草莓冰淇淋 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 我为你的相望远无趣 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 好像吃了假新巧克力 当我偷偷看你 当我偷偷地想着你 想往前深奥的问题 我们的爱情 是就被做安排的游戏 还是也假老人的傻傻分不清 你说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点感应 说不清又不像是梦境 我们的爱情 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 还是命中注定 我们会在一起 牛顿说过有种东西 脚腕又隐蔽 我以为你开始相信 游戏 还是要我偷偷看你 当我偷偷地想着你 想像深奥的问题 我们的爱情 是就被做安排的游戏 还是也假老人的傻傻分不清 你手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点感应 说不清又不像是梦境 我们的爱情 也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 还是命中注定 我们会在一起 牛顿说过有种东西 脚腕又隐蔽 我以为你开始相信 是大道理 天空运来暖暖的房间 却又记得下一场大雨 我和你沉在雨中穿行 射击每个点点滴滴 喜欢你等着的大眼睛 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 每天拿着拼包相定律 可爱到每缺分都忘记 当我偷偷看你 当我偷偷地想着你 像是深奥的问题 我们的爱情 是就被做安排的游戏 还是月下老人的傻傻分不清 你说看在我的肩膀 有新点感应 说不清又不像是梦境 我们的爱情 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 还是命中注定 我们会在一起 牛顿说过有种东西 脚腕又隐蔽 我以为你开始相信 那些大道理 我们的爱情 是就被做安排的游戏 还是月下老人的傻傻分不清 你说看在我的肩膀 有新点感应 说不清又不像是梦境 我们的爱情 是两颗星星 闭着眼睛 还是命中注定 我们会在一起 牛顿说过有种东西 脚腕又隐蔽 我以为你开始相信 那些大道理 那些大道理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昌鱼在哪里 昌鱼在哪里 对 昌鱼在哪里 那说台语有一句话 大虞大肉 爱有菜咬 对 要有菜咬 可以做出很好吃的蔬菜 尤其我这个秘密武器 是采用这个 台湾友善栽植的香菇 研磨而成 符合盐跟蔗糖 来做原料 飞木耳 然后紫衫用 五彩书的部分 五彩就是一个 红黄甜椒 对的一个象征 然后这个 我觉得它里面最厉害的有一点 它采用一个特殊的整粒技术 整粒 整粒的整粒 整粒的 整粒技术 对的一个加工技术 来制作而成 那不容易解块 而且我们放到这个料鱼里面 所以是一粒 放到料鱼里面又快速的 一粒 倒出来这粒 很容易理解 很容易溶解 很容易溶解 理解是什么问题 就它讲的也很容易理解 对对对 而且使用上就很方便 好 这粒已经预热完成了 因为已经冒烟了 冒烟 来准备 来 继续开始 好的 五分钟做完喔 来 这边两锅 那我分别呢 会做一个炒蔬菜 跟一个蟹黄酱 那蟹黄酱 今天我会用这个 我的秘密武器来制作 先来烫蔬菜 一样呢 先放一起盐巴 好 白山药 紫山药 然后黄甜椒 黄甜椒 这边我们都先做穿它 鲁笋 然后云耳 难怪让它加一大匹的盐 要让它先有的 全部都穿 你也可以加一小时 那个鲜味炒熟 那增加风味 对对对 然后今天做的蟹黄酱呢 它其实不是混的 在素食里面呢 有做一个仿蟹黄的一个 手法